221 明報 港府退市持股成首席 2015年7月27日經濟B04小知識內地有大量評論將今次中國救市行動 與港府在1998年入市打大惡相提並論 事實上,今天不少投資者是為長線投資資選的盈富基金 22100正是當時退市的產物為減少退市對於市場造成的干擾 1999年11月,港府將當年入市的港股 打包成盈富基金上市,分批受回市場成本港第一隻上市的ETF 投資者可透過購入盈富基金而買入代表增鈔數的證券組合 每首500股,當時盈富基金以333億港元的規模發行 成為當時亞洲、日本除外、最大型的首次公開發售 不過,首批盈富基金上市,並沒有拖垮本地股市 反而出現遲一路上揚的局面 截至2002年10月15日,大概有1400億元的增鈔數 成份股通過盈富基金流為市場 到此時,香港政府才最終完成退市 專家談退市中環資產管理首席投資總監談新強 避免討論既然已經夠市,就不要給市場任何退市的訊號 真正的退市討論應當在一兩年以後 瑞士保城私人銀行高級證券分析師 周文玲變養老基金香港的做法是 將贏副基金變成第一隻ETF 內地現在已經有了ETF,因而意義大不一樣 若以ETF認識出科級養老基金,則不必煩惱教委問題 封城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王國英可重新包裝 當年香港舊市紙買藍籌,內地則是各種板塊都買入 如果學香港將舊市資產打包衛基金,便需要多些名目 包裝成多個不同類別的基金 包裝成多個不同類別的基金,方案可行。